下载看见APP 看更多有趣的历史短视频 这位民女就是当时世界上的女首富八寡妇怀清 她生活在公元前216年的秦国志宪县 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扶林区中心 她经营一家世代从事单学业的家族企业 单学 也就是开采单纱炼制水银 秦始皇修建灵墓的水银都得靠寡妇怀清提供 秦始皇修长城 国库财力不够 也曾向寡妇怀清筹款 当时纸线人口总计不到5万人 她家的人丁竟占据1万 其中还有一千多人的家族雇佣军 专门保备财产 寡妇怀清一介女流 是如何成为世界女首富的呢 《史记霍之列传》记载 其先得丹学 而善其力术士 家义不资 垄断丹沙开发是怀清发家致富的根本 在战国乱世 丹沙作为药材是重要的军需品 神农本草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 120种上品药物中 丹沙位居第一 秦始皇对丹沙更是求之若渴 因为它是炼制长生丹药的重要原料 秦始皇陵还使用巨量丹沙来炼制水银 据现代一级探测 秦始皇陵牧师的底部水银足有上百吨 这多半都构自皇家水银供应商怀清 实现财富梦想最重要的是抓住市场痛点 白清两千多年前就完美诠释了这句现代商业格言 上面说到秦始皇对长生丹药的主料丹沙求之若渴 其实雍正也十分痴迷炼丹吃药 这些丹药真的有奇效吗 关注看见微信公众号回复雍正吃药 你就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